唐浩将浩天宗神迹大须弥锤传授给唐三 一种特殊的修炼方法 传承这种修炼方法的浩天宗弟子 无论是哪一代 在突破九十几那一天 都会拥有浩天的封号 这也是浩天陡罗的由来 这特有的秘境 特殊的修炼方法 一代只能传于一人 因为这门修炼之法 对修炼者的要求极高 不是天赋异禀的修炼者 是绝对无法修炼成功的 修炼了反而会有生命之位 这门修炼的功法 叫作为大须弥锤 你的技能已经足够多了 无论是魂环还是魂骨技能 而你的浩天锤五魂 才刚刚开始附加魂环 在去继承海参神位之前 你也会将它的魂环补齐 那样的话 你的浩天锤就会有众多魂技 虽然你是控制性魂师 但也不可能时时刻刻 控制好这么多的技能 而大须弥锤 正好可以助你化繁微减 难道说 您那强大的力量和气势 都是来自于魂环吗 没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爸爸的力量 正是来自于魂环的 今天面对金恶斗罗 只是小事牛刀 爸爸的实力恢复之后 就算是千刀流找过来 也未必赢得了我 当年我才突破九十几 就凭借着大须弥锤 力破五文殿众多强者的威风 还重创了千寻级 你自然就可以想象得出 咱们浩天宗这门绝学 有多么强大了